我們來看第五個題目 這個函數是這樣定義的 題目叫 要畫這個圖形 然後指出哪裡不連續 那首先在小於2的時候它是常數 是一個協平線 在23之間是這種直線 協定1 2分之1 這一個線段這樣 然後呢在大S等於3的時候是 根號S的圖形 我們大概畫一下像這樣 小於2它是負1 也是負1在這裡 負1 然後在1 2 在這裡 這裡是2 負1 圖形是這樣 這一點沒有 那在23之間呢 這也是3 在23之間呢 它這個直線 2分之1的這個直線 所以2分之1通過圓邊 大概長這樣子 2的時候是1 大概在這裡 3的時候是1.5 2分之3它會在這裡 大概長這樣子 那沒有包含2這個點 沒有包含3這個點 這個是3 然後超過3呢 等於3的時候就是 根號S 當3的時候是根號3 根號3它 比這個2分之3 這個是2分之3 這個2分之3還高一點 就是根號3 根號3 大概這邊大概長這樣子 這位置是根號3 根號3是大概1.7 比1.5還要大 那相當明顯在2跟3 它這邊 接近上都有跳躍 這就是不連續的點 2 3 4 Discontinue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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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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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